作者浩瀚笑曾经一架机身侧面棱角分明的隐身款骁龙引起了我国军迷的思考。 从气动布局来说,骁龙若改装成隐身战斗器,其实也非常容易,DSI进气到分布左右,这一构型跟后来的F35系列和歼20都极为相似,加之中规中矩的一面设计,骁龙的性能说不上中庸,但也并非等闲之辈,如果站立在当前世界战斗机设计的角度来讲,五代无轻型显然是一条铁律, 即便是中型五代战斗机,FC31显然都不太受到重视,F35系列勉强迈进中型战斗机的世界,但是其作战能力还是大打折扣,因为低成本,很多东西都会被集成到一块,一旦遭到打击,很容易被团命。 在当前看来,骁龙战斗机的最大气飞重量,不过12700千克,一台RD93发动机推力也只能说是勉强满足需要,如果算上改隐身构型之后分家的空重, 且若要保持与当前相近的性能,整机的机内2300升燃油除了削减容量,别无他法,即便改装成隐身战斗机之后,论综合性能,还不如双发RD93的FC31, 但是,未来还有我国的新一代中,推力发动机WS19的出现,WS13只是RD93的国产版,WS19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国产发动机,其推力比RD93大的多达到9500千克左右,多了将近1200千克, 也就是说,不削减燃油的情况下改装机身,推重比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增加,单发战斗机改隐身,尤其是骁龙这样的轻型单发战斗机改隐身构型, 除了需要重新吹空洞,重新测试重心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因素需要考虑,即便是以WS19这一款中推力发动机, 作为飞机主发动机,来设计一款单发隐身战斗机,也还是有着许许多多难题的,现阶段,骁龙的机身内部改装空间太少, 如果换装了WS19,恐怕还要修改进气道,而弹舱设计可以说没有,在机腹最多也就只能采用半埋式挂弹, 两侧进气道下面,恐怕也只能各挂载一发中去弹, 如果设计到航程,恐怕还会在进气道两侧加装宝型油箱,这虽然可以挖开一个弹舱, 但整机空重也会增加不少,即便采用国内技术最先进的航空用复合材料, 减重效果不显著意外,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反而是个负担, 它并无雄厚的复合材料工业,曾经美国专门为F35系列战斗机开发了一款微型空空导弹, 目前这款微型空空导弹也公开露面了,SACM全长近为177厘米, 取消掉了常规导弹的各种爆炸杀伤式战斗部, 依靠撞击来毁伤敌机,即便F35的机舱容机只供携带四发AM120C, 采用SACM作为空空导弹之后,携带量高达12发, 并且在射程方面与AIM120C相近,如果中国的空空导弹发射要技术有这么先进, 那么类似小型,化导弹的研发就完全不是问题, 以骁龙为例,可以安装宝型油箱,借鉴F15S级尘魔鹰, 挖开一个弹舱用于挂载一枚中距空空导弹, 整机的鞋弹量达到四发,由于SD10的尺寸比AIM120C大, 因此,一个弹舱挂进两发类似SACM这样的微型空空导弹并不成问题, 隐身版骁龙,可以携带八发中距微型空空导弹, 战斗力也相当强了,对于发展中小国的空军来说就是福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